小和尚每天都妄想成佛 岂不知自己的徒弟就是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讲一个阿弥备佛祖的故事 相传 阿弥陀佛有一世曾化身成一个小和尚 名叫阿弥 这阿弥的师父不干善事 天天都妄想着能成佛 还对阿弥小和尚动作打骂 小阿弥的身上每天都伤痕不断 有一天傍晚 阿弥收拾好寺庙 正准备关门时 有一个商人突然夺门而入 这商人祈求小阿弥道 小师父先别关门 我是做买卖的 今天走到山中被一伙强盗打劫了 如今我是又累又饿 晚上山中还有豺狼虎豹 求求小师父让我在这借宿一晚吧 小阿弥看着商人这么可怜 心说自己就是被师父打一顿 也要留着商人在此过夜 下定决心后 小阿弥给了商人一些吃食 又把商人安置在了自己的屋中 睡到半夜 小阿弥突然摸到了一条长长的东西 他猛然惊醒只见商人脸色发白 身上还有一条大长虫 小阿弥被吓得失声尖叫 他的师父赶来后 看到这一幕呵斥道 阿弥这是怎么回事 阿弥就把事情的经过跟老和尚讲了一遍 老和尚听后非常生气地 把阿弥摁在地上打了一顿 打完之后逼着阿弥把大长虫吃掉 又让阿弥把商人背到后山扔掉 只见阿弥背着的商人竟然活了过来 并且身上绽放出道道佛光 这商人竟然是佛祖 佛祖对阿弥说道 阿弥陀佛此间事了 我们该走了 老和尚看到这一幕 肠子都毁清了 阿弥小和尚托着佛祖 这便是阿弥陀佛的由来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佛教故事